我们开始原厂范例第十题 它是一个轴对称的压力容器 这个零件 首先我们先产生一个新的专题 名称专题 实体网格 类型是静态分析 确定 我们来定义它的材料 在实体这边 右键 套用材料 来自资料库的档案 Sallywork资料库 我们选用合金钢 确定 我们可以在这边看材料有没有被定义 采料第一完毕后 我们来给它一个夹词 类型我们选用对称 夹词这个面跟这个面 给予对称 确定 再给它一个夹词 在这个点 给予固定 确定 夹词做完以后 我们给它一个受力 在这几个面 单位是音质 200磅 确定 夹词受力做完以后 我们来分网格 选项 选项 网格品质精细 标准 4.Jacobian检查 三个循环 确定 网格化后 直接执行分析 确定 分析完毕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果 在印力图这边 编辑定义 单位是psi 确定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大值是4.357x10的三四方psi 那它的结果跟手册上是一致的 那我们接下来用另一种方法来分析它 产生一个新的专题 名称专题2 那我们选用曲面格化网格 静态分析 确定 在博壳这里右键 由选曲面定义 我们选这三个面 给予0.5英曲厚度 博壳 确定 我们在博壳这里 套用材料 来自资料库档案 Sallywork资料库 合金钢 确定 材料定义完毕后 我们给它一个夹齿 那夹齿这边 我们选用参考几盒 我们选边线 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 这六条线 然后参考几盒是这个圆形轴 我们在拼译这边 给它环向固定 在旋转这边 给它镜像跟走向的固定 确定 然后我们再给它一个夹齿 在底点这边 给予固定 确定 再给它压力 再设三个面 单位是音质 200磅的压力 确定 夹齿受力做完以后 我们来分网格 选项 精细标准 4.9个别人检查 三个循环 确定 网格化后执行分析 确定 分析完毕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果 硬力 编辑定义 因为我们选用曲面格化 所以它有上表面跟下表面的硬力 我们先预设指示上方 它最大指示 4.09 4.049 乘以10的三次方 psi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底部的硬力 底部硬力最大指示 4.127 乘以10的三次方 然后它的结果跟手册上是一样的 那这是我们第十题 走对称的压力容器